在劇場裡面也可以讓觀眾 有這種人神共在 然後強烈的體感 對我來講其實這就是舞蹈 這是沒有界限的 大概19多少就開始做《擁抱日子》 2006開始做《芭比的獨白》 所以這幾支舞陪伴我很久了 一直到現在 隨著時間的改變 確實再回頭看這些作品 我是有做一些修改的 因為我已經不太一樣了 這個過程歷經了很多個 不同的階段的我 我從想認識我自己 到找尋我自己 以及辨識出我是誰 對這塊土地雖然在這裡成長 可是我還蠻對它蠻陌生不認識的 那為什麼要認識它 是早年我在美國 跳舞跟念書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那個文化的衝擊 可能對現在的年輕人沒有那麼大了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沒有網路 所以我們所有的都是 人到了那個地方就用身體去感受 不一樣的時間跟空間跟文化 然後你發現你沒有辦法比較 哪一個藝術比較精彩 因為它都不一樣 所以到最後是 你能不能把你自己的獨特性表現出來 所以當我回到台灣的時候 我第一個印象就是說 哇 我們生活的這個空間 好凌亂跟衝突啊 可是我們很自在 現在我理解的這個東西是 因為其實從台灣最早 我們就有不同的國家的殖民的經驗 以及台灣這塊土地上 本來就有不同的原住民的文化 所以台灣這塊島嶼 似乎本身它的特質就是很多元的 那也可能因為這樣的原因 我們就喜歡很不一樣的事情 都可以並列 我們的信仰裡頭 這些廟會的活動 它最能夠體現 這種多元併容的狀態 你已經分辨不出來 到底誰是在表演 誰不是在表演 因為你在扮演大型紅的 或者是你坐在一格車上的 這些傳奇人物 他都是人扮的 然後他在那裡很很震驚的 成為一個角色的時候 可是紅綠燈到了 然後大型人突然就拿下來 然後裡面就有一個 你知道大學生 然後等到那個休息過很熱 好好好穿口氣 再穿起來 然後又繼續走 可是我們所有在場的人 我們都相信這個是 我們可以寄望的一個情感 然後我們所有人的情感 是連結在一起的 你看我們的廟會 你就會發現說 如果我們現在在流行什麼 其實他們很快的就 與時俱進的就放進來 在他的廟會的表演裡面 所以他會很生猛 他會非常在這個大家的語言裡面 所以我好喜歡這種 真實感 這個idea其實最早是我從小時候看那個羅東 大拜拜 都會有這些一格跑出來 然後在那個廟會裡面 作為一個青少年的我 其實是很陌生的 因為你在人群裡面被觸擁著 然後你仰望神的號召這件事情 是既緊張又害怕 可是又興奮的 然後後來我發現原來最早的時候 在廣州 也是這樣子的一個民間的活動 叫做飄色 然後他們是把小孩子 頂在一根竹竿上 讓他站著 然後就扛著他 滿街跑 那個超驚人的 但那是一個傳統的儀式活動 所以我就想說 哇 這麼魔幻的那個 神仙的感覺 我很想要重製他 所以我就 跟我的team一起在想 怎麼樣製造一個新的道具 可以讓舞者站在上面 而且很安全的 所以在幾經波折以後 最後變成這樣的一個 我們自己研發出來的一個道具 上面的藕其實 就回到我剛剛之前說的 其實我在找我是誰 那那個我並不是真的是我 而是我們活在這個島嶼上的我 那我看到的是這個時代的改變 其實從最早我剛剛說的那個 神話人物 那個小孩 到慢慢的你會看到說 電子花車裡面的機械人偶 還有更時髦一點的cosplay 動漫 這些人物其實都有這種特質 好像某一種我們 是要被轉化出來 成為一種永生 於是我就想 那我可不可以把這些中和體 融合成一個我們既人又神 又仙又怪的一個形象 所以這三個角色大概是這樣子來的 有一個段落 莫倒樂園這一段 其實我就是希望 在劇場裡面也可以讓觀眾 有這種人神共在 然後強烈的體感 對我來講 其實這就是舞蹈 這是沒有界限的 有一個段落是芭比的獨白 是非常明顯的 我其實就是要去探問這件事情 因為我借用了一個芭比的形象 然後那個芭比偶呢 就是我們把芭比的衣服都脫掉了以後 它就是一個赤裸的身體 然後金色的頭髮 這個舞者扮演那樣的形象 在一盞吊燈下面 所要呈現的一個很強烈的視覺的符號 其實那盞燈跟它的關係 當時我就很清楚的感覺到 我作為一個女性在這個社會裡面 其實我一直有被監看的感覺 我一直有一種被期待的感覺 尤其是亞洲社會的女性 就是你既要像芭比那樣子的九頭身 然後完美無瑕 可是你又要能夠像阿信那樣子 勤勞克儉 三重四德 對我來講一樣是很衝突的 所以那盞燈芭比在下面 你可能剛剛只看到它是非常完美的 可是到最後 芭比可以把它的兩個腳劈開來 然後監視錄影器打開來 那盞燈其實是一個監視錄影器的camera 然後它可以即時投影在巨大的牆面 然後你就會發現一個女體 從來沒有被這麼細微的放大的觀看 燈的角度一變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另外一個她 剛開始創作這支舞的時候 那個監視錄影器就是監視錄影器 後來漸漸的發現我開始跟我自己對話了 就是你知道有人在觀看你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迎面去接受這個觀看 然後甚至於被觀看的時候 你還可以很enjoy這個被觀看的moment 這裡的主被動就相反了 芭比的獨白到最後 其實她這整個過程有蠻多的這個 思考對於作為一個女性 怎麼去書寫她自己 陳陽幫我做這個部分 她做得非常好 觀眾一進場的那個音樂 其實她是幫我把我這些音樂的元素 mix在一起 鋪墊了一個氛圍 然後加了一個很重的低音bass 好像幫我把我所有的音樂 都降落到一個底層 然後那個底層變成一個鋪墊 然後讓我烘托這整個我做一個開始 支撐三個舞者的那個傀儡架 最早的設計她是不能移動的 後來因為我覺得她必須要移動 因為從廟會的觀點裡面 她是一個移動式的舞台 所以我們就在可以的安全考量裡面 加了輪子讓她可以移動 那當她一移動起來的時候 那個音樂我就 我就需要有一個新的音樂來 去做這個編排 所以我才請了鄭怡萍Betty Apple 來幫我做那一段音樂 那那一段音樂加進來的那個年代 正好也是2017年 其實又是另外一個新的世代 所以我把過去的一些 傳統裡面的唢納啦 或者是我們廟會裡面的聲響 跟現代年輕人 我們用的很多很重的一些 Rock的聲音把它擠壓在一個 就是我剛開始做創作 我覺得莫到一點都不安靜 它就是非常的喧囂 非常的吵鬧 吵鬧到我們以至於 都聽不到彼此的聲音 那那個音樂就是 我想要有這樣的感覺 你現在收看的是 Cubo一文頻道 一講八分鐘 我是何曉梅 好作品一講傳千禮 請記得訂閱加分享喔 UBU Cubo一弦